揭曉后 网传影片迅速在TikTok 脸书和网络热传 网红选民热议 指称影片是指向有夹层并指涉嫌作票 选务人员党拍 最后都核查 不是事实 据台湾网友James Shea在X平台发视频并配文 票一开完 所有蓝人队都崩溃 原来柯文哲封关前民调都是假的 现在 蓝营各白颠倒的炒作的描述 全世界都称台湾防疫有成 柯粉说 蔡政府防疫一团糟 全世界都称赞台湾经济稳定 柯粉说 台湾民不聊生 全世界都称赞台湾通货膨胀控制得很好 柯粉说 台湾人买不起房子 全世界都称赞台湾投票公开 透明有效率 柯粉说 蔡政府做票 网友James Shea愤怒发文 世界都赞叹 称赞 被一群白色网红抹成垃圾 我前天还看到日本推友上传开票实况 质询日本政府 台湾是秀票唱票 我没有这么公开透明 中央社15日报道 中选会主委李静勇说 他对24万选务人员依法行政有绝对细心 若候选人 阵营不能接受请依法提起诉讼 只要法院认定有违法舞弊 作票情形存在 他立刻辞职 李静勇指出 若还是有人违法造谣 请提供相关市政给中选会 各地选务机关 后续交由检警调依法处理 中央选举委员会陈朝健说 至于选务机关作票是在伤害台湾民主 污蔑部分党派的选务人员 开票时由各党派在场监督 警察维持秩序 民众也能自由参观 选举没有舞弊 对极少数投开票所的选务工作人员 没有按照工作手册规定进行开票作业 会列为检讨个案 但没有所谓作票情况 台湾网友James Shea 1月15日发文说 检取了一个账号 这个账号自称是某某老师 有水管频道 说赖清德都作假 柯一定会赢 希望这个一直发文带风向的柯粉账号 千万不要是柯的党职业员 那一百万的奋斗目标就会变成两百万 然后你删文也来不及了 我截图备份都上传了 还有一个柯粉爱丽莎莎 转发抖音喊作票 但是这个爱丽莎莎突然删贴文 没转发 改口从没转发 James Shea 贴文说 总统副总统选举罢免法第52条 及公职人员选举罢免法第53条 投票日前10日至投票时间截止期间 任何人不得以任何方式散布发表 报道民调资料 为者将处台币10万以上 100万元以下的罚款 认为政党候选人及其受雇人代理人公开 则会加重处罚20万元以上 200万元以下的罚款 James Shea 表示 台湾中央选举委员会1月15日慎重地开记者会 并说要提告需要检举 他们才能有动作 他并发起呼吁 如果各位朋友有这几天那些网红公然具名 指责台湾做票的任何证据 请到下面网址检举 这一举动得到了响应 网友纷纷贴出自己要检举的网红造谣做票的截图 并纷纷表示已经检举 有网友表示一定要告 否则就会有人造次效仿 这已经不是什么言论自由了 谁造成的伤害 谁就要出来面对负全责 另一网友表示 抖音全战都在造假 骗磕粉 把抖音告上去 自从1月13日 民进党总统候选人赖清德 赢得台湾总统选举当天 中共官媒一片沉默 台湾选举 动算 台语 当选 也成了大陆社交媒体的敏感词 相关话题也被封锁 随后 多个有关大选敏感词也被当局屏蔽 相关贴文和评论都被删除 在台湾候选人举行竞选活动时 支持者都会在现场大喊 动算 动算 其实有许多人不晓得动算是什么意思 有外民将动算两字直接翻译成冷冻大算 其实动算就是台语当选的意思 独立评论人蔡胜坤日监对大局员表示 这次大选结果是中共最不愿意看到的 这次中共介入干预台湾选举的手法翻新 除了文工武贺 常规使用的散布虚假信息操弄舆论 派军机绕台 收买政治人物 还首次使用了气球 到离总统选举投票剩下最后不到24小时 还有五个中国空飘气球持续绕台 冯崇义表示 历来的台湾选战 中共做的动作都起反作用 中共的选项有限 因为多数台湾人不愿意接受共产政权对台湾的控制 这是一个基本的大格局 但他认为需注意 中共不会放弃继续对台的全方位恐吓和统战 中共的这种渗透 确实在台湾大选中起到了很大的阻碍作用 但是也令中国大陆民众突然发现 中国没有真正的选举 并质疑中共的所谓台湾分裂 到底是谁分裂谁 一个中国大陆老百姓在围观群众的注视下 对一群警察呵斥 铿锵有力地揭露共产党和中华民国的来历真相 并质问 我就是人民 我为什么不能监督你 网络拍手称赞 觉醒了的中国人真棒 你中国共产党是苏联共产党成立的 在当着这胡锦里面 说白了你们就是汉奸集团 苏联共产党引导你们用枪用炮 推翻核瓦的中华民国政府 中华民国政府逮你们一话逮你们 你们中国共产党还还要告状 说中华民国政府国民党政治派害你 这次的台湾大选打破了很多记录 其中之一的就是 台湾选举是今年世界上的第一个选举 中共将怎样操纵大选 也是各界关注的看点之一 那么一直对台湾给予支持的美国 是如何看待赖清德当选的 美媒呈现在当地读者面前的 就是台湾这场选举的结果 依然坚持中共敏感神经 台湾的地位是中美最敏感的问题之一 美国是台湾最重要的国际支持者 赖清德这次胜选 或将测试美中近期 为改善长期低迷关系所做的努力 在这场激烈的竞争中 赖清德承诺将与美国密切合作 就是台美关系现状 以及赖清德亲美立场 李豪宗认为 赖清德的胜出 无论对前段 台湾地位是两个超级大国 中美之间最敏感的问题之一 还是后段 台湾也是亚洲最强大的民主国家之一 都有强化印象效果 赖清德过去独派色彩 确实会更令北京言以待之 而台湾又一次的投票结果 在北京强烈反对下 却也同时再次彰显了一地的民主坚韧 蔡英文执政期间 美国人对台湾的好感度日增 可以说美国人过去几年对台湾好感提升 主因正是透过当地媒体自立行间的陈述 而这一回 美国民众自媒体上浏览到的赖清德 就大致轮廓上来说 应该仍是他们所认为 并异于接受的台湾领导者形象 赖清德在选战期间说 台湾不需要正式宣布独立 他在胜选后的记者会上说 他在两岸关系上将追随前任蔡英文的路线 包括与中国合作 飞析家指出 日前担任副总统的赖清德 一直与美方合作 上任后可加快脚步 可能摄入更敏感领域 美国可能与台湾加强在网络安全上的合作 并强化通讯网 达到情报共享的模糊界限 或准备情报共享 美方也可能寻求将后勤军备处放在台湾 纽石指出 越来越多美国军事顾问 大部分为退役军官 前往台湾已是公开的秘密 一些台湾官员称他们英文教师 在赖清德执政下 美方渴望派更多军事顾问到台湾 澳洲国立大学台湾研究计划政治学者宋文迪指出 北京对这些视而不见 因此问题是 美方多少军事部署会让北京痛下决心 希望每个额外动作不会被视为全然挑衅 引起或合理化中国的大规模反应 战争当然可以避免 现在可能更不可能发生 中国正忙于重振经济 美国也要应付乌克兰和中东战争 财经真相发文说 赖清德当选肯定是希望继续维持现状 但是习近平恐怕拖不起了 一来下次大选要等四年后 那时的俄罗斯是否还在都是问题 万一普京死了 俄二战解体 打台的国际环境也就没了 二来国内经济拖不起了 现在的中国金融系统根本不可能再撑四年 能扛到美国年底的大选就已经不容易了 再来四年后 习近平就是75岁了 他身体恐怕也扛不住了 恐怕他第三任也到头了 继承人的问题必须要解决 届时习家军内部矛盾就会彻底公开 尤其是浙江和福建帮之争 纽承人的怀疗 伤性戀疗 伤性戀疗